俄乌战争仍在持续,目前尚无结束的迹象,战争已造成数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也引发了全球经济和能源危机,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导致许多国家陷入困境。 在这样一个全球瞩目的时刻,有一些人提出来,能不能把耶稣圣毛拿出来,送到前线,因为圣毛拥有终结战争的神奇力量。 深夜的维也纳,阿尔卑斯山的阴影中仿佛隐藏着无数的未解之谜。 在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带,收藏着一杆所谓的真正的圣毛。 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权力与命运的象征。 它所带给我们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定子媒平安。 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是曾经刺过耶稣泪下的圣毛的去向之谜。 在欧洲传说中,圣枪又称为圣毛,命运之枪或朗基努斯之枪就极为特殊的地位。 这把传说中的枪据说是罗马士兵朗基努斯,在耶稣背定十字架时用来刺穿其侧负的武器。 自那时起,圣枪就被包裹在一长城厚重的神秘传说之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引人入圣的诡秘色彩。 关于朗基努斯的传说则更具神秘色彩。 据说在他用枪刺穿耶稣的侧腹后,从伤口流出的血液滴到了他的眼睛上,治愈了他的失明。 这个奇迹使得朗基努斯最终成为了基督教的信徒。 据传耶稣死后,朗基努斯便将此枪随身保存直到病逝。 之后圣毛便在早期基督徒中流传,直到落入君士坦丁大帝之手。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圣毛一度于历史记载中消失,再度出现时圣毛已经出现了数个版本。 一则广为游传的传说认为,持有圣枪的人将无往不利,能够掌握世界的命运。 这一传说使得许多历史人物如查理曼大帝、拿捕文,甚至提特勒都极力去逐他, 希望借助圣枪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征服梦想。 查理曼大帝被认为是圣枪的著名持有者之一。 传说在他统治期间,只要他身边有圣枪,他的军队就战无不胜。 查理曼逝世后,圣枪被传给了他的后代,并继续在神圣罗马帝国中流传。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圣枪拥有对其持有者进行审判的能力,尤其是当他们的野心过于膨胀时。 历史上许多追求圣枪的统治者,最终都以失败和灾难告终。 这被解释为圣枪的一种诅咒。 从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大帝到拿破仑,再到希特勒,许多欲望膨胀的统治者都曾渴望得到这把枪。 他们相信,圣枪的力量足以让他们无往不利,但基于他的众多枭雄的命运,却是以失败和灾难告终。 仿佛圣枪的确自有其诅咒审判着那些企图用它来征服世界的野心家。 查理曼大帝及其后人有圣毛。 圣毛消失后三百年,查理曼宣称重新获得了圣毛,并作为其权力的象征。 据传查理曼在其一生的征战中一直佩戴此毛。 史诗拥有了持有者战无不慎的传说。 查理曼帝国解体后,圣毛落入了查理曼的后人。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之手。 此后,这只圣毛一直流传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并且被多次翻新和增加事物。 1084年,它被增加一副银线。 1350年,又被增加一个黄金毛鞘。 12世纪下半叶,圣毛的持有者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斐特列一世。 红胡子征服了意大利的一半领土。 并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动争。 190年,在土耳其,它在前往圣地作战途中,据说曾在一条小溪中不慎把圣毛掉落溪水中。 随后,它本人也在几分钟内被淹死。 1098年6月安条克围城战期间,十字军一度遭到安条克守军和前来救援的穆斯林的内外夹击,处于不利地位。 这时,一位名教彼得巴塞洛谋的僧侣报告说,他看到一个异象,圣安德烈告诉他圣毛被埋藏在安条克的圣彼得教堂中。 在大教堂内挖掘许久之后,巴塞洛谋带人发现了一支长枪。 尽管包括教皇使节阿德玛尔勒普一在内的许多人对此物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但许多十字军将士仍将随后在安条克之战中的胜利归于这支所谓的圣枪的到来。 在希腊东正教的资料方面,如大主教克里斯托弗的传记指出, 一件被认为是圣枪的遗物早在十世纪就已经是圣彼得教堂的珍宝之一。 历史学家克劳斯·彼得托特提出,这件遗物可能是在1084年被埋藏起来的, 以免被当时入侵的塞尔柱军队发现,从而让十字军能够在1098年找到它。 拿破仑与圣毛,在1424年,圣毛被卖给了纽伦堡的一个商业联盟, 此后一直被作为圣物陈列在纽伦堡的教堂中, 宗教改革后新教不再重视圣物,圣毛因此被遗忘在教堂的角落中。 1796年,拿破仑的法国军队逼进纽伦堡, 据传拿破仑一遇夺得圣毛, 因此他被当地人提前转送给奥地利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室, 保存在霍夫堡皇宫, 希特勒与圣毛。 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 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宏伟的维也纳帝国城市中挣扎着谋生, 他住在一个狮子横行的旅舍中, 为了逃避寒冷,常常在霍夫堡博物馆里游荡, 或者坐在霍夫堡图书馆里数小时, 专心研读那里的古籍。 有一天希特勒在博物馆中看到了一个展品, 他后来写道, 这件文物永远改变了他的生活, 这件文物就是圣毛, 是哈布斯堡帝国宝库中的珍贵部分。 当希特勒二十多岁时, 他遇到了瓦尔特·约翰内斯·施坦因, 一位哲学家兼圣碑专家。 斯坦因后来声称, 他认为希特勒是一个黑魔法师, 痴迷于他个人命运的伟大力量。 希特勒告诉斯坦因, 他认为正是圣毛是他未来力量的关键。 希特勒还声称, 有一天, 当他在观看展示柜中的圣毛时, 他有了一个关于未来力量的强烈预见。 斯坦因写道, 即便在那样年轻的年龄, 希特勒似乎已经散发出邪恶的魅力。 在斯坦因遇到这位贫困的年轻艺术家, 约四分之一个世纪后, 1938年, 希特勒在维也纳市中心对他的奥地利同胞发表了演讲。 那时, 纳粹刚刚吞并了奥地利, 1938年10月13日, 根据希特勒的命令, 圣毛和其他哈布斯堡的王室徽章被放置在一列特别的火车上, 并在党卫队的护送下被运盲纽纶宝, 在那里, 他们被存放在圣凯瑟林教堂。 七年后, 纳粹的游戏即将结束, 战争也接近尾声。 美军在1945年4月30日, 希特勒自杀前两小时, 找到并取得了圣毛的控制权。 据说巴顿将军在纽伦堡夺得了圣毛, 而希特勒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久即自杀, 这被某些人解夺为圣毛的力量对希特勒的最终审判。 二战后, 在解决了一些法律问题后, 圣毛被归还霍福堡皇宫并保存至今。 虽然霍福堡皇宫毛是最有名的圣毛,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此物是查理曼时期, 甚至更晚铸造的宴品。 一些文献也暗示, 至少在查理曼时期, 圣毛本体曾经被重新加工过。 这把毛上包含了一根铁钉, 据认为这是一颗钉在基督十字架上的真正钉子, 被称为我们主的钉子, 而仍附着在毛外侧的金色菇上刻有一型拉丁文名文, 译为主的长毛和钉子。 2003年, 奥地利当局授权给英国冶金学家罗伯特费色Robert Feller, 允许他对这把50厘米长的武器进行科学测试, 在该物体上没有发现血迹或其他DNA痕迹, 通过X射线和荧光测试, 揭示了该物品的材料组成。 综合考虑后, 确定维也纳的这把毛是在公元七世纪制造的, 这比基督去世后的许多世纪还要晚。 有趣的是, 飞色博士确实确认了附着在毛上的我们主的钉子的年代为公元一世纪, 也就是耶稣时代的钉子。 最早于570年被发现于耶路撒冷, 不久之后被拜占庭帝国获得, 但当时盖毛已经断为两段, 较大的一段在军事坦丁堡陷落于土耳其人后失踪, 较小的一段流传到法国, 并被供奉在圣礼拜堂,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度失踪, 现收藏在梵蒂冈圣彼得堡教堂的残片。 据教廷的说法, 是本独十四世时期从法国人手中得到的, 这段圣毛残片从未对外展出过。 此外, 亚美尼亚的埃奇米阿金也宣称拥有圣毛, 不过此毛被认为是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宗教用品, 波兰的克拉科夫也有一把圣毛, 这把圣毛一般被认为是十三世纪时期 霍夫宝皇宫毛的复制品, 当时是用来当作赠送给匈牙利国王的礼物。 圣乡的传说涵盖了中国历史时期与不同的文化背景, 这些不仅仅是一件古老的武器, 更是连接了古今东西的一座桥梁。 虽然被不少历史人物视为权力与神秘的象征, 但它的真正价值可能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与宗教意义, 以及它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朽地位。 从查理曼到拿破仑, 从神圣罗马帝国到现代博物馆, 圣卿的旅程是充满传奇的, 它不仅建设了一些欧洲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和文明的变迁, 还触动了无数人对于超自然力量的想象与追求, 无论是作为圣物被崇拜, 还是作为传利的象征被追逐, 圣腔都见证了人类对于神秘和未知的永恒渴望。 它所带给我们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弟兄姊妹的收看, 欢迎关注点赞分享评论,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